清蒸肉丸 其实北部 中部 南部都有啦 那宝宝师今天教大家 在家里简单的做成素食 或者是蔬食 保证一定好吃 欢迎收看 上个礼拜呢 我们甚至啊 来做一个 滚的草丑 超好吃 而且是全素的 是 Juicy Juicy 最主要是它的酱汁 才是一个灵魂 对 这礼拜来做中部的小吃了 太棒了 我来做的是我们的 碗粿 不是碗粿哦 你们要听听看 你现在讲什么 嘿嘿嘿 是肉丸 那个是哪是 中部是肉丸 其实北部 中部 南部都有啦 那宝宝师今天教大家就是 在家里简单的 我们做成素食 或者是蔬食的一个 肉丸子 保证一定好吃 好的 那我们先来做内馅的部分 那我就问到圣芝啊 是你有没有吃到好吃的内馅 像其实我以前呢 我非常喜欢吃炸的 炸 那种油泡的 我觉得那味道好香好香 然后有一次呢 我吃到清蒸的 就回不去了 因为它没有那么油腻 对 没有那么油腻 而且它的酱汁 比较偏甜一点点 不像油炸的是这么的浓稠 来 这个豆干 我先把它爆香一下 我今天用的是大溪豆干 因为大溪豆干它本身表面已经有过滷了 它的香气还是有足够的 再来比较特别我用这个粗朵的香菇 这盐选就是无浓药器做的 真的是非常的香 这个是我们的甜玉米 这个是竹笋 吃素食其实蛮营养的 它的纤维啊 然后蛋白质啊 是 都是非常的足够 对 然后就像孙志讲的 它的油脂就会比较少一点 是 那我们炒香呢 就是把它的油脂稍微加多一点点 对 好 来 这个是姜末 姜它本身的清香 在过炒的同时呢 它会弥漫在所有的食材上 然后这个比较特别就是猴头菇 这是新鲜的吗 对 新鲜的猴头菇 新鲜的比较少看得到 对 来一下看季节了 是 加一点盐巴 白胡椒粉 生气 加一点点糖 加一点绍兴酒 其它的香 香味都出来了 那我们这边呢 就要用黑豆商的厚黑筋酱油了 是的 那多特别呢 使用非基改的黑豆 精致酿造而成 然后最主要是 以高粮取代的小麦 是 很像那个对肤质过敏的人 对 这个酱油呢 是非常地适合 我们要锅香气就是 锅着很烫 下这个酱油 没有 锅气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上一次这一个 豆瓣酱 因为它本身呢 有满满的黄豆泥 把它整个香气 把它包覆住 还有朝天要微微地辣 对 还有一点点麻油的香气 这个就对味了 记得 我们做这一个肉丸 里面的内馅 就是味道重一点 因为你待会出来的皮 它是没有味道的 好 像这样子 把它盛起来 好香 这个自己配方也很好吃 对啊 其实这就一道菜了 对啊 那我们这边就把它放凉 我们先来做皮 皮的部分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水兑我们的再来米粉 好 来一辣 还没有开火 我们先来一辣 当然你也可以在外面 来一辣都行 那也有人使用更简单的 那个西谷米 满Q的 我自己有做过 还满不错 那个比较快 对 那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好 来 我们现在开火 我们这边有准备的是 素薯粉 就是这些瓜粉 然后水 把它来一辣 那再来米粉对水是先加热 然后这个待会水热再冲下去 它才会变得比较Q 好 这边的温度啊 大概是有70度左右 地瓜粉 就把它加进去 不断去搅换 边加热 那以烫面的方式呢 让这皮啊Q度有出来 现在很多人呢 在家里啊都会做我们的点心 不妨来试看看 上个礼拜 包的那种Pensheed 然后这个礼拜呢 我们学这个中部的 大花柜 肉丸了 我看你嘴唇就出来了 因为我太喜欢吃小吃了 好吧 不然我们下一集来做花柜怎么样 我们票选 哦 从底下留言 好 来 这里我们来看稠度 到这程度是不是要赶快先关火 对 我已经关火了 因为 因为我们锅子比较厚 保留住的温度会比较持久 好 来 像这样子 你把它划开之后呢 它就会变稠稠的 像这样子 你还是要有一点点稠度 你没有稠度 你待会盖不起来 好 来 我们这边 先把它搁在旁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包了 好 记得 碗要抹一点油 Q的感觉 这边是比较忌惠 就是汤汁进去 如果汤汁进去的话呢 它就会爆 好 来 哇 把它盖上去 盖上去 我看外面他们是用一个小碟子 那个边壁 对对对对 我今天为什么要用碗来示范 就是在家里大部分你只有碗了一样 对对对 OK 好 很漂亮很漂亮 那我跟盛志已经做好了 我们拿进去 我们蒸笼里面蒸25分钟 好的 好吃的饭碗呢 还是要好吃的酱汁 我们的姜末 提个味道 再来就是呢 让它煮一下 那我们这边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加黑糖 黑糖 那我们把它煮开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我们的厚黑金酱油 要增加它的亮度与色泽 好用的酱油真的是必备 而且现在大家都是注重于健康 对 它的味道就有甘草 以及味噌 厚实这个酱油的口感 而且它不会死咸 像这种回甘回甘的效果 很适合像我们在做这个小吃 或者是中式料理 都很非常适合的 那这里的部分 我们就是火关小一点点 这个是地瓜粉 这样就变得更浓郁了 对 像这样子 我们的酱汁 就完成了 我们就直接上桌吧 好的 那我们好吃的清蒸肉丸 已经好了 好香啊 那这个是比较清爽版的 是 那假设说你喜欢油炸 可以 那我们也可以放入大概是 160度到170度 慢慢的让它去炸这样 哇脆脆的 脆皮脆皮 那也就搭配那个红酱辣辣的 我们的豆瓣酱就可以派上用餐了 是的 好的 那我们这是这一集的清蒸肉丸 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动手做看看 那我们下礼拜 我们来做南部的 南部的料理 南部的小吃 那记得 我们下礼拜还是要锁定我们的 不再太美味